参选人蔡英文他也在高雄 下午在前镇小港区站台 不过现场气氛尴尬 因为这个选区绿营闹内讧 民进党已经提名了郭文成 但是陈志忠他却坚持要以 无党籍的身份参选 还在郭文成的造势场合旁边 就立了一个大看板 看板上放着他和蔡英文的合照 同样也来站台的陈明文 直接指着这个看板 点名了陈志忠 要他下次再选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南下历五郭文成 但就在距离造势舞台 短短几公尺远的大楼 抬头一看 同选区的立名参选人 陈志忠和蔡英文的竞选海报 高高挂 似乎有点尴尬 你们跟民进党市场 跟我们的郭文成是担心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的大哥要选举 我们大家都开始 让我们的郭文成 集中选票 让我们的郭文成 再一次进入国会 这样好不好 好 陈志忠的竞选广告 就直接挂在郭文成的 场子旁边 绞进一位浓厚 蔡英文南下历史郭文成 虽然绝口不提陈志忠 但大动作站台 就是怕支持者搞混 谁才是正统的 民进党参选人 陈明文更是不谓言 直接点名 陈志忠坚持参选不太好 我们看 这种 条件也很好 卡销 这个也很好卡销 但是我想 厚改 厚招 厚拼 我们才会有机会 这样好不好 高雄市小港前阵选区 上届立委选举 民进党只赢国民党8000票 这次陈志忠坚持参选 让老江郭文成很紧张 但民进党多次和陈志忠 协调也没结果 看完这个选区 绿营内讧的局面 恐怕不会改变了 这位新闻 陈国民皇佩如 高雄报道 席